赛罗哥哥 赛罗哥哥 他没有奥特能量了 他被贝利亚打败了 赛罗哥哥 你快点醒醒 快点醒醒 你快点醒过来啊 没有你我也要该怎么办啊 小赛罗的作业谁来扶到啊 赛罗师傅 师傅你快醒啊 你怎么就倒下了呢 师傅 我要我的师傅啊 师傅你快醒醒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儿子你快点醒 你快点醒过来啊 老爸来了 你快点给我振作起来 我的好儿子 你怎么就没了呢 儿子啊儿子 童帝啊童帝 你快点醒来啊 师傅还有很多决照还没交给你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私生呢 你快醒来 师傅还有很多决照交给你的 你一定可以打败贝利亚的 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车 你没有看错 它不是一头牛 它是一台车 这是贝利亚的车 这天 贝利亚闲着无聊想出去逛逛 她开着她的保牛就出门了 看起来还是个四轮驱动的保牛呢 这样的车 你们想拥有一台吗 想要的扣衣 这边叫贝利亚开去你家找你玩 刚开到半路 就看见托雷基亚在卖臭豆腐 这诱人的臭味 可把隔壁老黑给馋哭了 贝利亚决定买个一百份来吃 托雷基亚做的臭豆腐 小伙伴们想吃吗 当贝利亚走过去买的时候 托雷基亚居然说卖完了 这也不知道是真的卖完还是假的 这让没吃到臭豆腐的贝利亚感到很生气 今天就非得吃到臭豆腐不可 迫不及待的贝利亚 开车也逐渐暴躁 此时的我 只想叫贝利亚冷静的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啊 如果贝利亚发生什么意外 觉得会不会很难过呢 果然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马上就出意外了 贝利亚骑着她的保牛摔跤了 晕倒在地下 这时 塞罗搭着格力桥下班回家 他们看见躺在地下的贝利亚 只好过来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泽塔也刚好经过这里 也停下了脚步 看看这个贝利亚又想干嘛 塞罗哥哥 我觉得贝利亚可能发生事故了 我们要不要帮他呼叫救护车啊 不用 这肯定是贝利亚的诡计 师娘你可不要上当受骗 贝利亚实在太狡猾了 看我怎么收拾她 我就直接给她来一脚 小伙伴们看了都说好 果然 泽塔一脚飞踢 贝利亚真的醒来了 难道真的是贝利亚的诡计吗 万万没想到的是 贝利亚居然认不出她们了 连赛兔子都不知是谁 难道撞坏脑子了吗 What 臭丫头 你是谁 这个家伙又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呀 我是你是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小小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几个了 我真的是太倒霉了 小伙伴们快来帮帮我吧 我到底是谁呀 我现在在哪里呀 我师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我今天又疲痒 我得想个办法让师父揍我一顿 师父 几天不见 你又变帅了 我今天学了一筹新歌 让我好好夸夸你 你拍一 我拍一 赛洛是个赛图鸡 你拍二 我拍二 赛洛每天数小鞭 你拍三 我拍三 赛洛是个小鞭三 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想挨揍就直说 贝劳黑这么勤快啊 一大早就给你的野主派奇洗澡呢 我得唱首歌好好夸夸你 你拍一 我拍一 赛洛每天都拉西 你拍二 我拍二 北利亚是千年劳二 你拍三 我拍三 把贝劳黑打到图卢帆 你拍四 我拍四 北利亚是个大傻子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带兔子那家伙就带不出什么好夸的 哎哟哟 玉米棒子锻炼身体的样子好帅啊 我得唱首歌好好夸夸你 你拍一 我拍一 赛洛不穿裤子 你拍二 我拍二 赛洛是大光棍 你拍三 我拍三 赛洛是印度阿三 你拍四 我拍四 把雷德王打到少林寺 你拍五 我拍五 雷德王不会跳舞 这下玩独子了 一下得罪了三个人 看来今天我的屁股要分架了 赶快送个狗头 给我增加点能量嘛 大家听好了 今天我给同学们发布新任务 凡是能完成了 一人奖励五个奥特勋章 老师你尽管说 什么任务我都能完成 我就是宇宙最强小迪迦 老师你不要相信他 有什么任务就交给我去做 熏不熏章的没关系 我就想帮你去打怪兽 不错 你们都很勇敢哦 但是今天的任务可不是打怪兽 是想让你们去玩的游戏 这可是困扰了我们很久的问题 奥特老王都玩到吃不下睡不着了 其他奥特曼也无心向上 没有人去打怪兽保护地球了 现在只好找到你们 看他有没有玩游戏很厉害 为我们光之国争光 那到底是什么游戏呢 你快点说说 对呀 老师你一定要选我 我玩游戏最厉害了 连数学老师都只能得零分的 我都能过关 同学们 今天给你们的任务就是 娘了的娘通过第二个 我默默为你们祈祷 希望你们都要好好的 小奥特们马上开始执行任务 这边音乐一响 感觉德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 这不 他的养颖又犯了 瘦特们马上开始执行任务 我得赶紧走了 感觉我都要被这首BGM支配了 小伙伴们有过这种情况吗 当初我点开第一关 就这 连个狗都能过呀 我还想着大家的智商都如此之弱 我还是太年轻了 感觉越玩越不对劲 从兴致勃勃到磨磨争争 到喘不上来气 就爱因斯坦来了 他也过不去 啥游戏他们第一关入门 第二关练狱 现在我就把压力给到小奥特曼们 希望他们能无备自强 再接再厉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哪个奥特曼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小朋友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不能去听卡蜜拉唱歌 你们只能听我唱歌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因为我唱歌好听 我今天就给你们唱几首 我唱歌好听 是第二首 喜欢的就扣卡蜜拉丑八怪 第三首 喜欢的就扣一 记得收藏起来慢慢听 大家觉得怎么样 记得以后不能去听卡蜜拉唱歌哦 也不能给她小心心 我下次再来唱歌给你们听 拜拜